效忠了吗 效忠没有 差不多了 听不到效忠声音 那各位同学有没有回去投票 你们的第一次 投票的结果你们满不满意 所以可能同学不太满意 报纸好像有做民调 全国民调的结果是70% 不是同学 民众是满意这样的结果 当然我们希望新总统 能够带我们国家 达到一个新的气象 为我们老百姓 创造一个美好的明天 那各位同学 新来是学生 说你们的 你们要做的事情就一件 好好把该学的学好 将来离开学校的时候 做好的准备 随时接受这个挑战 有机会 你可以发挥你的所长 好吧 这个 纷纷扰扰的选举 总算结束了 下一次的选举要到明年的年底了 所以我们有将近两年的时间呢 应该是 不会为了选举烦恼了 好我们今天 还是要继续我们的课 我们上节课最后讲到的就是 弗里选举电极 弗里选举电极 那么这个电极呢 事实上到现在来讲 是相当 普遍在用 而且呢 效果相当好 对一个 的一个 危险的电极 那我们在一份实验呢 也安排了一个实验 去测 你们的饮料 你平常在喝的饮料 那么还有这个 漱口水 那 有的 学校呢 它是做牙膏 各位都知道牙膏里面 也有浮粒子 我们吃牙膏里面 浮粒子含量 所以我们这一张 已经看过了 所以我们继续往下面看 除了弗里选举电极 所以一般在讲 solid state electrode 除了弗里选择电子之外 那么另外一类呢 一般人 也比较常用的 或者常听到的 是像硫化银 硫化银这样一个 一个crystal 应该算是crystal 那么 它当做一个membrane 那么它可以测什么呢 可以测银离子 可以测流离子 那我们在前面讲过了 玻璃电子 也讲过了 这个弗里选择电子 他们的道理 基本上很类似 那就是说 它一定 你选用的这个membrane 这个solid membrane 像弗里选择电子 这边是测化栏 考卸考的地底 我看大部分同学 写得还不错 测化栏这样一个membrane 那么它呢 有一个特定的 一个解离的平衡 在这边应该算 这个解离的平衡 解离平衡 可以解离出浮离子 然后呢 是测化栏 这个正义价 那我查不到 我没有去查到 这个解离的 这个K值 多少 那理论上来讲 这一类的反应的话 这K值都应该很小 所以它才不会 很快的这个固体呢 就融掉了 如果像 绿化纳 锈化钾 那放在心里面 越用了 它越薄 它一直融掉 这样就不行了 所以照理论来讲 这个K SP的话 就是 它的解离 这个应该叫做 融解度 融解度基 K值应该很小 我是没有查到 到底多小 那 下面这个例子呢 它就可以查到 KSP 像这个 流化银 它就可以去测 银利子 可以测 流利子 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 流化银 可以测 银利子 流利子 那这边呢 它也是 一样的 有一个所谓的 解离的 一个平衡 那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 可以查到 KSP 是非常小 的确是很小 跟我们 想的 或者说 假设的 应该是 复合的 那这个东西呢 是很容易做 假如同学 你想做的话 都可以做 那怎么做呢 就是找 萧赛瓶 一个荣业 里面有 银利子 叫萧赛瓶 流利子 流化银 所以你找 两个荣业 一个是萧赛瓶 一个是流化银 你把这两个荣业 混在一起 那就是逆反应 从右边到左边 就会有 流化银的 沉淀 我想这个 各位都知道 沉淀的话 怎么办 要过滤 过滤 过滤之后呢 再把多余的流化银 流利子 没有沉淀的 冲掉 洗掉 然后呢 再把它烘干 那这个是一个固体啊 它不是一个memory 所以怎么样 把固体 变成这样一个 一个memory 怎么做 你上学期 不都做过吗 鸦片 对啊 我们一份实验室 就可以压片了 压片 就是把它 用高压 把它压成一个 薄的一片 那个DIS 那个DIS压出来 你们上学期 做IR实验 压得很好的话 那个DIS 其实还算 有点强度的 所以 如果说你是用 流化银的固体 去压片压出来的话呢 这一片 就是流化银的memory 然后你 你照我们前面的做法 流化银出来了 然后呢 里面在 把它封在 封在一个管子底部呢 里面在装填 你的内部溶液 它就是一个 流化银的 瓶子选择电子 可以测银瓶子 可以测瓶瓶子 那我十年前 去美国 开这个分析化银码会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 比较落后的国家 像印度 中国大陆 有好多的论文 他们用的就是 这样的一个 一个memory 他们这样比较便宜 做起来不花什么钱 整个装备很简单 好多篇 一看 怎么都还是流化银 因为在我们实验室 我们自己都可以做 这个专利生就可以做了 我们去拿 提到一个 全美的一个分析化研讨会来 我会看 都是比较贫穷的国家 那当然不是说 这个技术不好 是说它比较 比较便宜的一个 一个方式来做 好 那这是我们 讲到目前 是故底的 玻璃 不化蓝 或是流化银 在接下来 它有什么方式 可以来做 离神的链子 我们介绍过了 玻璃的 不离神的链子 它们的固体 那 它们有个共同的一个要求 或是条件 就是说 必须要有一个 有选择性的一个 特别的一个反应 对你要设的 非希物离子 像氢离子 还有这样一个特殊的 有选择性的 一个反应 平衡反应 那我们把它看成一个解离的话 那这边也是一样 有这样一个特别的 对福利子呢 有很好 选择性的 解离病的反应 那么除了 这个固体之外 就是说我们可以用的固体 事实上很有限 就是说固体东西很多 但没有问题 但是要符合那些条件 比如说它 一定要有很好的选择性 第二呢 第二呢 它不能够很容易解离 就是那个溶解掉 所以能够符合这些条件的固体 其实不多 那对人说我们可以用来 当作你选择定极的材料 它就有限制了 那么所以说研究的人 就会想到 有没有办法 做所谓的liquid 就是说 有选择性的 像这种的反应 事实上很多 但很可惜呢 这里面相遇的并不是固体 它是一个 它不是一个固体 那你现在 虽然可以有这样的反应 但是它不是一个固体的话呢 怎么样去把它做成一个membrate 所以剩下的 一个问题就是 有没有办法 把这一类不是固体的东西 那个liquid状态的东西呢 把它做成一个membrate 如果可以的话 那我的应用的范围就更广了 我们都学化学了 但是化学反应里面 很多的这个平原反应 绰合也好 解力也好 它们是有选择性的 但是它们 都不是固体像这样 所以假如说 你有办法 把一个liquid 把它放成像它们一样 坐在那边 当成一个membrate 那我的应用范围就很广了 就很广了 所以这个 有没有可能 我们举个例子来讲 我们课本上 就有这样一个例子 就是说有一个 这样一个结构的化合物 它的一端呢 是磷酸根 你可以看到 第四个零 四个欧 一个零呢 旁边有四个氧 磷酸根 有两个氧的地方呢 它接了直练的碗基 一个长练的直练的碗基 所以让它整个看起来是 这一端呢 是输水性的 那这一端当然是清水性的 那么这个摊位越长的话呢 它的输水性越强了 那这个 重点是说 这样一个结构的化合物呢 它跟代理子 有很好的一个选择性 就是它跟代理子呢 会结合在一起 形成这样一个化合物 那你说它是一个 绰合反应也可以啊 那么所以从右边 结合在一起 变成左边的这样一个 错误呢 我们说的是一个错误反应 那我们就 按照我们刚才讲的 玻璃电极啊 浮力选择电极啊 它的反应都是 看起来像一个 简离反应的话 我们写的方式 就是这样写的话 所以它这个反应呢 已经有了 文件上 有人做过研究 这个反应的选择性很好 那么它就 这个化合物呢 或者这个反应呢 它就有条件 或者只有支责呢 当做一个 那个钙离子的 离子选择电极的一个 一个材料了 因为它有这样一个反应 所以钙离子呢 很好的结合力 而且呢 它的选择性非常好 钙离子的结合力呢 选择性特别好 那问题是 这个东西呢 原来的状态 它不是一个crystal 我们把它融在 这个organic solvent里面 所以 它怎么去做成一个membrane 那我想借这样一个 这个问题在这边 顺便的说明一下 因为很多的同学呢 对将来都要做念研究所 那可能会问 那么我们今年就说这个题目是 我们自己想呢 还是老师给 大部分时候都是老师给的 你自己想也很好 如果你有什么好的题目 你想到我想做什么 也可以给你们老师提一下 说我想做这个 可不可以 那很多的时候 同学的这个点子也蛮好的 但大部分的时候 同学就说 还是你不要说我吧 我要做什么题目 那这个指导老师呢 他怎么样去 选这个题目 那通常就是 这个题目 值不值得做 就是你这样一个题目 有没有价值 什么样的题目呢 适合做 那像刚才这个 有一个问题在那边 这个东西做 如果可行的话 那么就可以 开创一个新的局面 就是不限于是 附底杀料 那么它也可以当做 membrane的话 那它就可以开设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一个新的领域 所以 通常我们会看 是不是什么样的问题 你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那么它的一个 创新性有多少 就是 别人也没做过 如果别人都可以做 你再一做 好像 有一点是模仿 或重复别人做 没什么意思了 所以 你能够解决一个 一个动大的问题的话 当然这个题目 是值得去做 但是呢 你想到这样一个问题 你想要解决 那别人想不到吗 别人爱想到 那别人想到 他可能想不到 什么样的解决的办法 他想到半天 觉得 这个题目很有 很有价值做 这个很有意义 但是呢 怎么做 他想不出办法 这变成可行性如何 是不是可以去做 所以一个问题 如果很重要的话 我想 你想得到 全世界其他的人 一样会想到 只是呢 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所以假如说 你可以想到 一个解决的办法 那么在理论上 你觉得可行的话 当你觉得 大概七成的把握 大概就可以去试一下 所以一般的老板 大概是这样一个方式 那如果说 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的话 可能会要留到后面 让你先去做 难度更高的 你做不太说来了 一个救火的 你去做这个简单的 一定可以成功的 通常这样一个 通常一般老师 大家都这样一方式 反正决定 所以我们再回头来 看这个问题 一个membrane 我们内部溶液 外部分析溶液 固体的话呢 就没问题了 固体呢 就放在最下面 上面换一个管 把它封起来 没问题 在一个液体在这边呢 你要去 里面有内部溶液 外面有分析溶液 一个lipid在这边 怎么去放 怎么去放 我们看第一个 所以这个第一位 去做这样一个实验的人 然后呢 发表 告诉全世界人说 可行的 然后告诉人家 我怎么做 他的想法 他是怎么做到的 所以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lipid 怎么样你把它 把它放在内部溶液 跟你的分析溶液中间 是它当 你不能去放一个lipid在那边 它就放了一层东西呢 这个东西 它的特性在这边 这个很重要 它选了一层东西 叫做porous plastic membrane 有孔洞的 塑胶的一个membrate 用它呢 当作一个support 就很像 各位做过LC 有部分同学们 已经看过 LC的里面 有填充的颗粒 那这个填充颗粒 叫我们叫silica 球形的 但silica本身 并不是你的镜像 是silica表面 间接的 碳18 那为什么 它需要一个silica 因为呢 你的镜像 它没有办法单独 存在在你的管柱里面 我们是靠镜像 碳18 去跟你的分析有作用 但它怎么样 存在我的管柱里面呢 它没有办法存在 所以你要靠一个 我们叫support 一个支撑物在那边 support 来支撑它 所以我们silica本身 是一个support 你表面呢 coding test 把那个表面 是你的镜像 靠它呢 去担任 这个分离的 一个机制 那在这边是一样 有porous depressing memory 那porous 这个porous 那么它的中文就叫 多孔性 但这个孔呢 不能够很大 不像你们在做这个 用的filter 指张那个filter 这样看的话呢 可能还会看到孔洞 但这种孔洞呢 很小 那我这边有一片 但这个 不是用来做这个目的的 指张同学看一下 所谓的孔洞 这一点 也是一个我们叫做 我们叫做绿模 不是绿子 所以它不是这个 那种绿子一样的纤维 它是绿模 就像这边 它是一个plastic plastic是一个中和性的 塑胶的 也就是所谓的ponium 一个聚合物的一个membrane 那但是它有孔洞 那这个孔洞多大呢 0.45micrometer 所以你去看的话 当然看不到这个孔洞 0.45micrometer 非常小 但是呢 它可以过滤 所以你的颗粒 只要大于0.45micrometer 就过不了这个membrane 所以各位同学 在做一份实验 那有些工作呢 是助教已经在实验室里面 自己先做了 HPLC的实验 那助教呢 它在实验室里面 它要先过滤你的solder 用的是这个membrane 0.45micrometer 孔径的 这样一个membrane 所以你们可以看 感觉一下 这个membrane 到底有什么样的 那这个 那这个 PLC的membrane呢 它有一个特性 就是一个hydrophobic 那么hydrophobic 这个字什么意思 要看你们英文 你们的英文很重要 hydrophobic 这个字呢 应该是常见的 有什么学化学 应该都听过 对啊 有没有谁要告诉我 hydrophobic什么意思 都没人知道吗 不会吧 谁知道就举手讲 有没有谁要讲 还有我点名吗 好吧 那我就点一下名吧 来 这是谁 洪子浩 什么意思 大声一点 清水 清水性 好 来 明星会 你觉得是输水 跟水有关系了 那就两个吧 清水和输水 他认为是清水的举手 你不举手啊 他认为是输水的举手 那你呢 你不知道 这个是输水型 输水型 就输水性 输水性 那清水性呢 灵性会 再讲一次 还是hydro hydrophobic 那这两个 那这两个 这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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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 一定要 一定要会 hydrophobic hydrophobic 一个是怕水 输水 一个是 hydrophobic 喜欢水 清水 那这个地方呢 你选的 这些membrane呢 是一个输水性的 这个 plastic membrane 那么所以 为什么要选一个 输水性的 就是希望水呢 不会 渗进去 所以我有这样一个 membrane在这边 水跟水里面的 这个 这个 里面不会想要 渗进去 尤其是水 不会渗进去 里面的水呢 水溶液呢 也不会渗进来 所以放了一个 就hydrophobic 这样一个 porous 孔洞的 plastic membrane 那尺寸很小 所以它化得那么大 它 事实上非常薄 这个是它的厚度 这是它的直径 非常小的 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我们看它设计呢 它是用同心圆 内层溶液 外层溶液 所以里面一根 这个圆柱 外面一个圆柱 玻璃也可以用 用塑胶的 都可以了 所以内层跟外层 那内层溶液呢 它放的就是 我们先讲外层溶液 外层溶液放的什么东西呢 放的就是你刚刚看到的 这个 跟 钙离子 有特别选择性的 作用力的一个 这个化合物 那么课本上 或是说 开始的这位先生 他把它叫做 liquid iron changer 它融在你的 organic solvent里面 所以它是在 有机溶液的 这个融在这里面 那么它被叫做 liquid iron changer 当然它是liquid 然后呢 它的角色 有点像 离子交换的 这样一个反应 所以它融在这里面 在外层 黄色的这一区 然后呢 它因为融在 organic solvent 所以它可以 渗进来 这样一个membrane里面 因为membrane生呢 它是输水性 那反过来就是 它对 集性比较低的 它就有清合力 所以这个 这个东西呢 它就可以渗进了 渗进到 你的data membrane 渗进到你的data membrane 那么 所以它本身一定要有 一个非常 常链的 一个r group 所以说 它整个的化合物 的分子呢 有一个常链的 而且是两条 这两条 常链的 这个碗基的话 让整个化合物 有这样的一端 是输水性 所以它可以呢 渗到这个membrane里面去 所以用这种方式 去找一个 这样一个 porous thrusting membrane 而且是输水性的 当做一个support 它支撑在里面 然后让你的东西 你要的 这个liquid ion changer 它可以渗进完 渗进完 OK 这个没问题啊 所以它最重要 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怎么样去把一个liquid 能够放在这个membrane上面 所以它还少一个support 这样一个 特性的一个membrane 当做一个support 那把你要的 这个liquid ion changer 这个化合物 把它融在这里面 然后渗进完 充满在这个里面 所以各位 你可以想象 就是你刚刚那个membrane 把它放在油里面 静一静 油就渗进去了 对对 那一层就是了 类似这样一个 一个作用 如果这个地方 没有问题的话 那么它渗进了 这个membrane里面之后 那么当然它 要利用到的 一个零选择电极的 一个反应 就是这个反应 它跟概率 非常强的 一个选择性的结合 这个清合力很强 然后呢 它对概率 显得已经特别好 那么形成了 这样一个complex 在这边 在这边 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 那这样一个反应 看起来跟 伏利纯的电极 跟这个 伏利电极呢 是蛮类似的 因为它是正二架 所以你会得到 量到一个电极的 就把它当作 这个 indicated electrical的话呢 它的电位 就在你的membrane 这个地方 接受到 非虚物溶液里面的 钙粒子的话 因为这样一个平衡反应 所以钙粒子越多 接上去越多 表面没有被接的 负粒子的 这个负charge越少 所以你量到的电位呢 是一个常数 然后加 因为你要测的是 钙粒子 正电荷 所以是加 然后0.059 2 除以2 这个2代表 它是2架 除以2 然后lock 钙粒子的 正确的话 是activity 一般我们就 直接是钙粒子的浓度了 Moral Concentration表示 所以这些关系是呢 就跟前面学过 完全一样 完全一样 那么里面这个内部溶液放什么 这个原则也是一样 因为你要测钙粒子 所以内部溶液里面呢 就要钙粒子 以致浓度的 比如说0.1Molar的钙粒子 放进来 另外我们有一个银 绿化银嘛 对不对 所以这里面还需要绿粒子 所以我这里面就放一个银丝 表面度了 绿化银 然后这个内部溶液呢 就是0.1Molar的绿化钙 绿化钙 有钙粒子 有绿粒子 所以这个原则也是一样 这个原则也是一样 好吧同学没问题啊 那么这个是旧版的 新版呢它不用这张组 它用后面一张组 那我觉得 这个最原始的 这个第一位先生呢 他去发表这篇论文呢 他用的图 我觉得应该去讲一下 他怎么想到的 怎么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这个想法是怎么样 那同学没问题啊 所以这个东西最重要的一个想法就是 怎么样去把你的Liquid Ion Changer这个东西啊 能够放在一个Membrane里面 所以他去找到一个 适当的特性的 这样一个Membrane 当作一个Support 让你的东西呢 能够胜进完 其他的都跟前面讲的完全一样啊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啊 那但是后来呢 尤其现在如果说你去买 买得到啊 去买来的这个I-Chain 这个I-Select Electro的话 他就不再是这样一个设计了 用这样的设计的话 有个麻烦 跟他要同心远 而且外面要放你的这个 Liquid Ion Changer 而且融在Organic Solven里面 就比较麻烦 所以新的做法怎么做呢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做法怎么做 这是一个 原来的做法 比较不方便了 新的做法呢 是所谓的 Alternative 就是一个 变通的方法 换一个方法 变通的方法 所以目前 一般的做法 它是用这样一个方式做 to immobilize Liquid Ion Changer 这个Liquid Ion Changer 刚刚已经知道了 去把它固定在 Polyvinyl Chloride PVC Membrane 这个做法 那么各位也都可以做 怎么做呢 就是PVC 各位都知道吧 是不是PVC啊 应该听过很多 黄金绿磊 大家以后要讲出来 你就讲一遍吧 那现在讲吧 PVC什么东西啊 聚力磊 那么是应用非常广的 一个Polyment 聚合物啦 那平常你看到那个水管 灰色的那个水管 那都是PVC做的 PVC做的 那这个地方 它怎么做 基本上它有 有几行胶带吧 很简单了 就PVC它是一个 塑胶就聚合物 它的原料呢 就一颗颗的 很小颗的一个 颗粒的PVC 你就找来这个PVC 这个原料 然后呢 把你的 Ingchange找来 这两个东西呢 都融在一个 Organic Solvent 像THF Tesra Hydrogen Burane 把它融起来 就融在一个 均匀的溶液里面 然后呢 THF Organic Solvent 挥发性比较高 对不对 你放在那边 让它挥发掉 结果剩下了一层薄墨 就是PVC 这个薄墨 那这个薄墨 PVC里面呢 它就有 这个Liquid Unchanger 所以你的薄墨里面就 就有 Liquid Unchanger 那它呢 就可以直接拿来 当做一个 你召唤的薄墨 这个做法很简单 过去我们也有 这个专利生呢 去做了 那所以 目前你去市面上买的话 大概都是 它做得比较漂亮 所以真正比较重要的 就是Membrane 这个地方 它是Poerous Plastic Membrane 那你可以想象 就是PVC Membrane里面呢 有你的Ion Changer 所以这层薄墨 在这个地方 它画得很大 这个尺寸画得很大 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银绿化银 一般就一个银式就可以了 它画得很粗 然后这里面的溶液呢 就是Lindian Molar的 绿化钙 所以 其他的就是 这个整个电极 外面的柱子 等等 最重要的就是三个东西 里面内部溶液 Lindian Molar的绿化钙 银绿化银 然后最前面这个 PVC的一个 里面有Ion Changer 一个membrane That's all 非常简单 所以你要做 自己都可以做的 非常简单的一个东西 那么 根据这样一个 原理和做法 在文献上发表的 各种不同的 因为我们刚刚讲过了 能够有这样一个 满足这样一个 有选择性的一个反应 错额反应也好 解力反应也好 很多 那课本上有讲 一百多篇的 pavit发表 OK 好 那所以 我们过去 专业生也做了 因为这个 实在很容易做嘛 所以我们也跟着去做了一些 好 讲到这边 同学没问题 所以目前来讲 liquid liquid membrane的话 基本上大家都是用 直接用PVC的这个membrane 或者是类似的 Presting memory 里面呢 直接呢 就放 就混在里面 你的 iChanger 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的话呢 我们的新版 这个旧版呢 没有特别去画它的结构 新版呢 画了一个结构 就是说 你要 用的这个 iChanger 像刚才这边 那好像是 有代Charge 就你要结合 概率子 这边 本身有一个 负一架 只有两个 结合一个概率子 整二架的概率子 那中性的 有没有可惜 像这个 这个什么东西呢 这个叫做 一个抗生素 Velomysin Velomysin 是一种抗生素 那它的结构 跨了这边了 那右边这个 我们想我们就不管它了 我们就直接看 左边这个 它是举一个例子 中性的东西呢 它也可以当作 所谓的 Lake Iron Changer 那么去测 阳离子 或者是阴离子 在这边是测阳离子 那么这样一个结构 在这边 那它用了一个标题 叫做 Ion Force Ion Force 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我们 应该没有学过 我不晓得你们 其他的地方 没有学过 无计划学 没有学过 这样一个名称 有没有看过这个名字 这个字 有还是没有 没有 那什么是 Ion Force 所以我特别去查了一下 那我们的课本呢 它好像没有给它 特别的定义 那这个定义是来自 Harris那本 那Harris那本呢 它对这个名称呢 有一个定义 所以它是 A Molecule 像这样的Molecule 像这样的Molecule 那这个Molecule 它有一个特性 满足这个特性的Molecule呢 它就把它归类 属于这一类 我们这一类的Molecule 我们这边有生科系的 生科路在哪里 这个你们 你们生科里面 有没有学过 也没有啊 我以为 这样一个东西 你们可能特别去讲 没有是吧 OK 好 那就一起看好了 就是它是一个Molecule 但是Molecule它有条件的 就是Hydrophobic outside 就是它的结构里面呢 它的外圈是Hydrophobic 它是Hydrophobic 刚才讲到输水性 那我们的课本呢 用了另外一个 同意字 它用了一个叫做Lympophilic 输水性呢 跟那个亲子性 应该一样 输水性越强 亲子性越强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字 应该是同意字 那我们课本呢 用了这样一个字 好像希望我们同学 都认识一些英文字 Lympo 这个是子 就这个子 Philics 氢嘛 Hydrophilics 是氢水 这边是氢 Lympo Lympo Lympic Lympic是脂肪 Lympo 是氢脂 Lympophilic 氢脂性 也就是Hydrophobic 是输水性 就外圈呢 它是输水性 但是内圈呢 Inside 是Polar 急性的 那 当然是氢水 是急性的 那么这样一个分子的话呢 就属于 所谓叫做 Impo 那 另外一个重要特性 就是内圈呢 它是急性 或是氢水 急性之外呢 它这个地方有个空间 这个空间呢 可以抓住 可以包住一个离子 带电荷的离子 那如果现在问你啊 你可以不看出来 它的外圈是非极性 这个碳 碳碳 碳碳碳 所以 这个外圈看起来 都是碳 是非极性 那内圈的话呢 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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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算是极性 另外呢 就是这边有一个 有一个 我们叫cavity 一个空间 那这个空间呢 正好可以让一个离子 那这个地方我们是 甲离子 所以这个地方正好有 各位看一下 有六个氧 氧 这个正好有六个氧 在这个圆圈里面 这个洞里面 我们正好有六个氧 这个六个氧呢 跟那个甲离子 可以形成一个 一个措断 那或者说 这个洞的大小呢 正好甲离子 可以钻进完 氢 氧 氧 钠 钾 这个甲离子呢 它的大小 刚好可以钻进去 那所以这样一个化物呢 它对甲离子 有特别好的一个选择性 所以用它 把它呢 放在这个membrane里面 一样的PVC 跟它呢 混在一起 做成一个PVC的membrane 里面有它的话 有这个 解释不了 Value my thing 这样一个化物呢 把它跟PVC 一起做成一个薄墨 它对这个甲离子 有非常好的 一个选择性的结合 它可以钻进洞里面来 结合力非常强 所以它可以当作一个 甲离子的一个选择 链子的材料 我想我们不会要求 东西去背这个结构 这个有机可以去要求 我们不要求 我里面要认识一下 那这是另外的资料上面 它画的相同的 有这个mine thing 这个是2D的结构 所以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 它的外圈 全部都是碳 碳碳碳 这个碳碳碳 外圈全部都是碳碳 所以外圈是non-polar 或者是lapophilic 还是lapophobic 内圈呢 淡氧 是极性 而且呢 这个空间里面 甲力进来的话 有六个氧 跟它挫脱了 一样的事情 那这个是平面的 那事实上结构呢 不是一个平面 不是平的 我们画起好像 它是一个平平的 一片纸一样 它3D的结构呢 在这个地方 3D结构在这个地方 它说像起来 有点像球一样的 然后它中间一个孔洞 正好呢 可以放这个钾离子 所以这个Velomysin呢 它有一个特性 第一个呢 它本身是一个抗生素 本身就是一个抗生素 另外呢 它是中性的 中性的一个分子 on charge 那像这样子一个 它应该算是 非常大的一个分子 很大的一个分子 所以叫做 macrocyclic 而一个环形的 macrocyclic 一个结构 那么中间呢 因为它是一个 环形结构 中间一个孔洞 cavity 那这个cavity大小 决定了 它对甲力子 有特别好的选择性 那这个地方呢 就特别标出来 各位呢 选择系数 我们要测的是钾 钾呢 是你的 探讨说 钾对钾的测定呢 有多大的影响 10的负五次方 那10的负五次方呢 表示 钾离子 对甲力子的 侦测影响大不大 不大吧 不大 表示说 对甲力子 选择性非常好 那么影响最大的 就是钾离子 那个钾离子 在这个地方呢 它的影响力呢 干扰并不大 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 假离子的选择 电极的材料 非常好的一个 测假离子的 一个离子选择电极的材料 那最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字 就它这样一个结构 外围是nonpolar 是hydropovin lepophilic 内称是polar 然后中间有一个洞 它整个非常大的 它整个非常大的 一个macrocyclic 一个compound 中间有洞 那刚好可以去包 一个假离子 一个离子 然后呢 假离包进来之后 那后面这段话就是 它可以在人体里面 我们身体的 这个 这个生理的里面的话 就这样一个东西 它可以包假离子 然后呢 它因为外面 整个看起来 它外围是nonpolar 所以它可以穿过 像这个cell membrane 细胞膜 那细胞膜的话 要穿过去 那么必须要这个特性 是输水性的 一个特性 那么才能穿过去 那么所以呢 假离子本身 应该穿不过去呢 但是它一旦被包起来之后 那么整个 它可以穿过去 所以它等于这个东西呢 相当于是把假离子 带进 从这个外 细胞外 这个组织液里面 穿 把它带进 带进细胞里面去 所以这样一个定义呢 是很好 那我们的课本并没有 它就出现这样一个字 之后呢 就没有交代 好吧 那这个中文 这个是怎么翻译成中文 我不知道 它中文名称什么 我也不知道 那我们今天大家就要讲到这边了 等一下 我们拍两张图 很快看一下 那么这边呢 是有一个这样例子 就是它的应用的例子 就把这样一个东西呢 我刚才看到的 Valumizing 把它放在一个非常小的 一个这个 Tip里面 那么它就变成一个 非常小的一个电极 它仍然是 这个假离子的选择电极 但是它做得非常小 所以叫做Ultra Microelectro 那么可以用来去测 这个地方它是把它 伸进 伸进你的细胞 单一细胞里面 伸进去 插进去 去测单一细胞里面呢 假离子的浓度 这张图 那Tip非常小 小于一个Micrometer 然后这个里面呢 整个 Valumizing 它装进去的这个长度 是125Micrometer 我们新版的 新版这个地方写错了 125Micrometer 这旧版是对的 新版错的 我们自己改一下 所以这张图 就只是去印证一下 那么它可以做成很小的电极呢 当作一个假离子选的电极 直接去测 细胞里面 假离子的浓度 那么最后这个是一个表了 告诉你呢 目前在卖的 这个Liquid Membrane Electro 有哪些种 这些目前都已经在 在Commercial 在卖的 Commercial Available 我们提到过 带离子 提到过 这个假离子 那么还有其他的 这些都买得到的 买得到 好吧 那我们 交代一下 你们回去看一下 应该说复习一下 我们接下来讲的一个比较特别的 Membrane 那这个是叫做厂销 电晶艇 离子选择 电极 那么这个东西在 早些年我们不讲的 但是现在这个技术呢 越来越重要 Fear Effects Transition 它是应用在当作离子选择电极用 那么现在的研究呢 不光只是在这边的应用 应用很广 包括在这个奈米的应用里面 这样一个技术非常重要 所以我想我们应该讲一下 那请你们回去复习的地方呢 一个是 基本的部分 什么是N-Type P-Type 什么是DiO OK 那么什么是Full Bias 什么是Reverse Bias 至少这些基本东西要复习一下 OK 那如果可能的话 你们去看一下 跟我们厂效电晶体相关的地方 什么是厂效电晶体 如果可能的话 你们去看一下 好不好 那我们下节课呢 那可能会有一个小考 就这个地方 你们要去看的部分 也会有一个小考 OK 好吧 下课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